您持一所定hello台灣 我是張家如 石磊早安 江如早安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石磊 我覺得時間過好快 今天又是個特別的日子 沒錯 今天可是24節氣的立秋 立秋 我有聽錯嗎 立秋了 但是立秋不代表現在就秋涼 天氣還是很熱 所以我們就趕緊 先帶大家愉快來看看 今天進入24節氣的立秋 來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看囉 什麼是立秋 事實上立秋當然是秋天 第一個節氣對不對 可是這不代表說 現在就已經完全 進入到秋季秋涼的時候了 如果真的要秋涼 以台灣來說的話 差不多還要等一個月左右 因為立秋後面還有凸暑 凸暑也是很熱的 是不是秋老虎 所以真正你要有秋天的感覺 要再一個月以後 那有一句俗言 這句俗言是在黃河流域這邊 說了什麼呢 早立秋冷嗖嗖 晚立秋熱死牛 也就是說如果立秋這一天 是在早上進入立秋的話 這個秋天就很涼爽囉 對我們來說秋天是涼爽 可是對於這個黃河流域那邊 立秋之後是會冷的你知道嗎 好啦 那晚立秋熱死牛就表示 如果你到了晚上才進入到立秋 哇 那這個秋天可熱啦 那麼今天來說立秋什麼時候進入呢 來進入立秋的時間 是在今天早上的8點09分 所以囉 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那今年秋天是不是會比較有良意 我們大家就來驗證一下看看 當然立秋有很多好吃的 來最主要蔬菜的部分 茄子很代表性喔 因為有一句諺語說 立夏栽茄子 立秋吃茄子 也就是立夏的時候你種茄子 到了立秋就可以吃茄子了 所以這個茄子在立秋來說 非常是具有代表性的蔬菜 那麼另外像是秋葵啦 蓮子 金針 紅棗也都是呢 這個時候最當令的 那麼水果的部分囉 現在也有好多好吃的水果 尤其藍莓 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現在其實有越來越多種台 種在台灣的藍莓 也就是台灣生產的藍莓 其實口感成熟度甜度 都不輸給進口的 甚至呢我覺得喔 還比進口的更新鮮更好吃 大家不妨呢可以吃吃啊 是台灣產的藍莓喔 那像百香果 紅龍果 梨子 都也是現在最好吃的 另外呢 漁獲的部分啊 熟利推薦馬祖的淡菜 你知道嗎 現在可是馬祖淡菜啊 最鮮美盛產的時候 大家呢不妨可以吃吃 不要以為淡菜是進口的耶 很多進口我知道 可是馬祖的淡菜 一級棒的唷 好 另外呢 還有鎖管 鬼頭刀跟白帶魚 講了這麼多 大家是不是肚子也餓起來啦 尤其我想問一下家如啊 剛剛介紹這麼多啊 妳的最愛是什麼啊 我其實最愛茄子耶 妳喜歡茄子 我也滿喜歡吃茄子的耶 那個紅燒茄子超好吃的 對不對 還有魚香茄子也很棒 對 真的 因為我們在說特別的日子嘛 明天很特別 帶爸爸去吃大餐好不好 對 所以每天都特別 每天我們都來吃大餐 沒有啦 對啊 明天就是父親節 到時候呢 我們再好好跟這個 電視機前的所有父親 再來父親節快樂囉 那今天呢 為人子女就先想一想 要吃什麼 妳要吃什麼 不過倒是昨天的雨下了 我有嚇一跳耶 真的昨天啊 我跟妳講 中南部也是真的樂得冰冰 對 而且呢 其實啊 滿早就下大雷雨了 對 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要趕緊來看看喔 昨天啊 這個雨下了多少 從這一張圖有沒有 昨天有準對不對 昨天整個降雨熱區 果然都在中南部的山區 跟近山區 整個大雷雨啊 冰冰 彰彰 你看前五名都破百了 最多下在高雄山林 一百二十四毫米 南投水里也下了一百二十毫米 屏東的潮州有一百一十六 那第四名 第五名也破百 分別是嘉義的竹琪 還有台南的永康 昨天啊 這個喝了啊 最猛的 就在高雄山林 這邊你知道嗎 這個下午兩點半而已啊 這個暴雨 食雨量一百零七毫米 可是呢 淑莉也要提醒喔 這是昨天下的對不對 今天整個降雨熱區 南北對調 所以今天北部要注意了 家如 那大概也是很早的開始下嗎 今天看起來 這個北部要下雨啊 也是呢 很早 甚至呢 有些地方啊 上半天恐怕就有零星降雨了 而且呢 下午的時候啊 整個北部山區要特別注意 昨天事實上呢 北部這邊啊 像是新竹苗栗的山區 也有下大雷雨 當然了 雨勢跟雨量 沒有像中南部山區 可是呢 今天整個啊 封場的符合帶 就移到北部地區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今天整個大雷雨的熱區 就在北部山區 那北部來說的話 包括了平地 包括了山區 都會下雷震雨 甚至呢 有大雷雨 尤其山區不排除 就有豪雨等級的雨量 所以呢 今天來看的話呢 反正呢 整個對調 那南部不是不下喔 中南部山區還是會下 只不過呢 今天雨是大 雨量多了 就會變成北部山區了 而且今天還有可能 會生成一個颱風喔 對啊 所以今天很精彩對不對 對啊 好精彩喔 好多東西要講喔 很多喔 來告訴大家 今天晚上到明天啊 不排除第五號颱風 瑪莉亞就要形成囉 這個瑪莉亞朝哪裡 其實呢 是朝日本附近的海面 對日本來說 插邊過去 所以真正對日本直播的 不是這個瑪莉亞 恐怕是後面 對 就是呢 我們啊 這個低壓 今天還影響嘛 明天它就要解弱 就要離開 離開之後 我們後續要觀察 會不會形成下一個颱風 六號颱風 那到時候就影響 如果要去日本旅遊的 要注意囉 對 所以我們說嘛 在週末到下個禮拜 所以還不是這個瑪莉亞 好 那今天也還有美好世界 帶我們看什麼呢 今天美好世界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個 凱米颱風過後意外造成的 一個呢 大家一窩蜂 都跑去拍照打卡的 真的喔 什麼啊 是什麼呢 有一艘貨輪 你知道嗎 這個凱米颱風過後 總共有八艘貨輪搁淺 在台灣附近海域 其中有一艘離這個市區比較近 就在台南 那我們就趕緊來看看囉 到底是哪一艘貨輪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最近台南的黃金海岸不得了啊 你知道嗎 這邊沒有攤販也沒有市集喔 可是每天大概差不多都有一兩千人 尤其呢 三號 四號的時候 一兩千人從早到晚在那邊拍照打卡 為了就是這一艘貨輪 這一艘貨輪啊叫做蘇菲亞貨輪啊 它呢就在這個凱米颱風啊 清洗台灣期間就擱淺了 因為離台南最近 所以大家都跑去拍照了 所以啊 可是呢 事實上啊 這邊拍照當然包括了這個 中午啊 也艷陽天的時候 還有黃昏的時候 夜景都有人拍 也形成了一幅特殊的景象 也是非常的壯觀 就有人說呢 這一艘蘇菲亞貨輪 簡直就是呢 台版鐵達泥號 所以咯 這個好吸引太多人 可是呢 你說危不危險 還是有那麼一點危險啊 所以呢 現在預計說 八月底的時候 就要來把這一艘貨輪給拆掉 大家如果要拍照 可能還是盡量建議 離台有一點距離比較好 今天非常謝謝 來自於台南的黃姓青 為我們拍攝下 這樣的一個特殊的景觀 也特殊的美景 就提供給大家了 好 那詳細聽狀況 趕快把時間交給淑莉龍 好的 那我們就要趕緊來看看囉 今天的氣象很重要 大家要仔細聽喔 來吧 展開今天 美好的開始 今天幾月幾號啊 八月七號 禮拜三 今天二十四節氣的立秋 一開始我們先從雷達回播圖呢 帶您一塊來看看了 那麼今天呢 我們說啊 這個降雨的熱區 南北顛倒啦 因為呢 最主要你可以看到 在台灣啊 海峽北部這邊 已經開始有對流發展了 最主要呢 因為低壓帶下來的東北風 跟呢 這個西南風 符合昨天是在中部有沒有 那麼今天的符合帶 就落到北部這邊 那麼中南部還是吹著西南風啊 所以你可以發現呢 現在其實海峽上 南北都有一些對流產生 不過呢 以累積雨量來看的話 目前都比較局部也比較零星 像是呢 比較多還是呢 在嘉義 還有呢 雲林谷坑差不多累積了 六到七毫米 目前呢 是在呢 南投信義 還有呢 台中的和平山區 差不多很零星 一毫米這樣的一個食雨量 溫度上來說 我們也趕緊透過目前溫度啊 帶您來掌握 以現在呢 台北啊 事實上就已經雲多多 跟昨天啊 差有夠多的 現在呢 台北雲多二十九度 中部跟南部啊 陽光都露臉了 台中二十六度 再往南走 南南部的高雄 現在二十四度 東部的花蓮呢 現在是二十六度 整個離島地區啊 馬祖天黑黑啊 同樣也是受到啊 這個低壓雲系的影響 那麼另外呢 金門澎湖就比較晴朗了 彎度上差不多 馬祖金門都在二十七 澎湖是在二十八度 那麼也因為雲多了 所以今天啊 紫外線 我們也帶您來看看 在預報上面啊 北部地區 台中以北 金門是高亮級 那麼其他地方除了台東 還有澎湖是危險級 其他地方啊 是過亮級 那麼因此不下雨的時候 大家還是要多注意防曬的 那麼整體的天氣變化 從衛星雲圖 我們就帶您來看囉 你可以發現啊 這個低壓雲系 其實呢 還有逐漸在減弱 只不過呢 今天距離台灣還是很近 因為現在差不多呢 六百多公里左右 六百五十公里 那麼因此今天對台灣的影響 還是有 而且呢 今天啊 各地還是有下五候雷震雨的機會 只不過降雨的熱區 就在北部地區 當然囉 在這個距離台灣啊 相當遠 差不多一千九百八十公里遠 這邊熱帶性低氣壓形成了 那麼今天晚上到明天 就會形成颱風 那麼以台灣來講 當然對台灣沒有影響 那麼所以今天要注意的 就是低壓所帶進來 五候的降雨 我們從雨區預報當中啊 您就可以發現 有沒有 非常的清楚 今天整個降雨的熱區 就落到北部山區來囉 而且呢 這下雨啊 恐怕也會下得比較晚 所以今天下班的時候 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也要多注意 中南部 尤其山區近山區 還是會下雨的 晚上到明天清晨這一段時間 整個台灣吹的都是西南風 中南部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震雨 那麼另外呢 從地面天氣圖 我們更可以看到 整個天氣的系統 那麼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差不多呢 形成了馬利亞之後 其實呢 就會往東北的方向過去 所以對於日本沒有直撲的威脅 但是呢 會不會下雨 看起來還是有機會帶來一些降雨的 那麼呢 回到台灣來說 今天到底呢 溫度如何 我們就要趕緊帶大家一塊來看看囉 首先呢 北部地區啊 今天的高溫是在32到34度左右 今天呢 這個北部啊 會下起雷震雨 大雷雨要多注意了 中部地區今天的高溫 則是在34到35度之間 再往南走南部地區 今天的高溫則是在33到35度 至於啊 東半部今天的高溫 則是32到34度呢 那麼東半部尤其啊 在這個宜蘭花蓮這邊 也要多留意 午後雷震雨的現象 至於呢 離島地區今天則是32到34度 因此在綠秋的今天 樹莉提醒大家 這個傘今天還是絕對要帶的喔 那麼午後雷震雨有時候下得又大又急 無論如何 還是再次提醒注意安全 時間交給家如了 她們請人家